今天这个影片有马来西亚的国际篮球裁判 刘子昆 来为我们解答民间篮球场最多人混淆的几道问题 梦想能力追马二也会飞 没错又在世博马飞 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 Eddie刘子昆 子昆哥来为我们做这一集的Basketball content 那子昆哥呢是一个国际裁判 其实我们想问的你是国际裁判 国际裁判跟普通裁判有什么差别 其实国际裁判跟普通裁判 基本上是没有差别 就只是一个 license 不一样就是国际裁判可以去国际赛 然后大马裁判就是在大马追国家的全国赛 有没有说国际裁判比较厉害 看的比较准一点东西 或者是体能方面可以比较好些 当然国际裁判经验肯定会比较丰富 因为他们都有机会到国外去explore 其实没有什么不一样啊对我来讲 只是可能国家裁判有一些是比较年轻 所以他们还在为着国际的道路上努力着 那昨天我就在IG的story那边有发出问题啦 看有没有人想要问你们裁判 所以今天请你来为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ok ok 第一道问题 在场上如果你发现到你吹错了 然后你会承认嘛 你会carry on 还是比如说你吹了这个哨 你是有一点偏邦于A了 但是你下一个gameplay你会不会帮回team B ok 以下言论是代表我自己啊 代表我没有对于错啊 第一你讲会不会认错 基本上我在执法的时候我会认错 如果有一些mistake 的话 基本上我一找机会跟教练说 诶 my mistake 这样子 我错了 是ok的认错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好过你硬硬说 诶这就是我对这样搞到大家的relationship啊 会更不好咯 如果已经误判了然后他在投那个罚球了呢 其实如果判错了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这个判决已经是判了 就是有机会就跟教练说 诶 my mistake 这样子 我相信教练有一些都会understanding啊 但是不是说你一次去mistake 啦 对不对 你一次mistake 谁都不能够接受哦 然后像我刚才所说 你会不会下一个gameplay 你会稍微帮team B一点 基本上如果我mistake了 我不会说为了balance回啊 然后就另外一个turnover的时候 去摧毁来turnover 我觉得这个橘子是很笨的啦 因为你一个错了 你再为了补回去哦 你不是在做第二个错了 你就越挖越深了 就你只要做错了是不是又再补回去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做裁判的时候 如果mistake 就不要去想了 就好好的 接下来把球吹好就可以了 有些人问 你怎样看待那些跟你argue的球员呢 我觉得球员可以跟我们有询问啊 在behavior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跟球员发生矛盾 就是因为他们的behavior 他们可以不认可我们 但是他不能够以disfreeful的那种action去 去 就紧 没关系 就我觉得不能够以那种不礼貌的方式 去对我们了 就是这样大声给你讲 就是来哄你啊 还是 啊 是我觉得这些这些举动 是我不我不能够容忍的啦 在球场里面 但是如果他走过来 哎裁判刚刚这样子怎样 他以询问的方式还是以比较礼貌的 不认可的方式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我们在催球的时候 很重要是communication 如果他一直这样子过来 哎哎裁判这样子不行 够了 高啦 是因为有一些我们听他的argue 但是他就 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来的话 尊敬 啊是所以太多次的话 我也是会告诉说 高啦 下一道问题 我在这边踏步 三分线之前 然后我 跳到里面去 然后我在这边上篮 是算两分还是三分 如果你有本事 在这边 你就会腾空 在还没有落地之前 把球抛出去 球进 这是三分 下一个问题 很多人在问 就是那些soma的脚步啊 有没有走步 012有没有走步 首先我要问你 你怎样看待 James Harden的stepback呢 你觉得有没有走步 我有回去再看一看一些video啊 的确有一些是有走步的嫌疑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觉得是他的skill是非常的好 比如说左脚处 他是左手带球的 然后他是这样子手的 我们会觉得 他好像是走步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在skill上面 是跟人家是 有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通常我们都要放stromo 才能看他有没有走步 实际情况的话 就是在split second 我没有放 如果在球场上 因为动作都是很快的 裁判员都是要在那一山 就是要做出决定 其实基本上 如果是很顺畅的一些movement 我们都ok的 是不是可以讲说 如果那个球员本身的技术已经很好 通常不会判他走步这样子 如果你连自己那个球员的基础都不太好 带球都不怎么行 那怎样辣坡这样子 是 达到时候就是吹他 基本上 这是一个point 因为如果很顺畅的话 我们没有必要去cut掉这些东西嘛 那么如果 那一个是错的step还是怎么样 我看他自己都会乱嘛 明白 所以到最后还是看那个球员本身的基础 够不够扎实 够不够好 还有人问就是 soma step 有没有走步 就是如果 我跳 然后 这样子有没有走 ok这个是ok的 但是有一些是 跳了再踏多两步 这个不是走步咯 踏多两步 如果 我来 ok做我的轴心脚这边 这样就走 对 就是 一二 就是走步咯 因为基本上在我们定下来的时候 那个中触角是很重要的嘛 因为我们的中触角 你可以怎样转 但是你就是 离地过后你就是要做一个放球那一些 来说这个是我的pivot foot 对 所以我一跳起来 我就要放球 如果我不能跳起来 在动的地上我才放球 对 这个就是走步 比如说这样子 好像他们打低位的 他们来 来 这样子 我可以转这边吗 在看你收球的时候是哪一个 哪一个脚是中触角 如果我有没有可能发生两个这个 有啊 有啊 就是 图纸跳是吗 我就来 来 我这样 对啊 这样子ok啊 因为你在收球的时候你是两个脚下 可以两个 然后我可以转那边 我也可以转那边 对 很多人混淆 忽然间有一个零步的出现 那你可以为我们解释 怎样才算是走步 怎样算 零一二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收球 收球那一步 就算零 然后就一二上来 之前是 带球带球就 就 一收就是一二了 好的嘛 所以基本上 是叫 可以多一步这样子 但当然这个动作呢 它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 这一个动作必须要是 continuous的一个movement 基本上你刚才所讲的 就是 我持球 这个不算 我可以一再二 是吗 嗯 对 它有在两个situation 一个是 当接球员pass球的时候 接然后带球 这个时候会有 会有012 就是 如果你pass给我 pass给你 我可以1 2才带 不能吗 这个是travel了吗 0 1 之前一拿到球就是要带 所以你现在拿到球 拿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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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比之前多一步 OK 另外一个就是在lay up 基本上就是这两个situation 会发生012的 然后如果好像在快攻你pass给我的时候 我拿到球 我拿到球 我没有带 我只是拿到球 我可以012 还是可以012 对 对 对 在这个situation可以 因为它是在lay up的时候嘛 接到球lay up 012 明白 如果我垫脚有没有犯规 裁判员在act of shooting的时候 是很需要把整个动作是看到完的 因为很多裁判员 好一miss掉就是当球一投出去的时候 他的眼就跟着那个球跑 就是看有没有进球 那么基本上我们都会要求裁判员现在 就是把整个action到那个投球的球员landing到地上 才是叫一个完整的一个动作嘛 如果是说垫脚真的是发生的话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判决 我们都会判最基本都是一个围体 围体的一个判法 甚至可以upgrade到去disqualify 因为其实一点脚球员一扭到那一刹那 是我看应该是要 打了 不用打了然后也是要休息很久 原来说我投球 投出去了他不小心弄到我 犯鬼 因为我们在吹球这一part呢 我们会有一个IoT 就是individual officiating technique 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protect the shooter 在球员射球的时候 哪怕他只是轻轻点一点啊 动一动啊我们都会括这个法 那尺度其实蛮低的 是因为就是要完全的 让你好好的射球啊 下雨了 如果我们在这个棚里面拍 你ok吗 ok 下一道问题 如果我投一个airboard 我还可以自己去拿那个球吗 一个球员如果他已经是把球投出去了 这样他就已经是end of 他的一个带球的状态 还是一个持球状态 所以他还是可以自己冲进去rebound 然后继续带球还是再做第二次的layout 嗯 你做rebound fee这么久 有没有人offer过你黑钱 就是叫你吹假球 老实讲啊 我是没有遇过啊 因为尤其是在国内如果你说吹黑球啊 这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国内的我们讲公开赛啊 他的奖金可能才三千五千 厉害的一万 那么如果还要送买这个裁判 要用多少钱去手买你啊 几百块又好像侮辱你这样子 对啊几百块 但是如果要收很高的价钱 你又不舍得给我 说到底是那个奖金不够多来 来考吧 所以 如果那种世界比赛 ok如果世界比赛呢 我们都会跟球队隔开的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碰到面 裁判人员呢还是技术啊 都会是住其他酒店的 跟球员球队不一样 如何考取裁判的执照在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马巴 是有很多的鼠会组成的嘛 那么就比如说 我是来自省美兰的 那么我一开始呢 就会在省美兰里面上裁判班啊 然后由州内的一些 senior的裁判啊 资深的裁判去教我们怎样当裁判哦 so 慢慢的我就 我们就会考到州裁判 然后就代表州来考取大马裁判资格 如果我在 比如说我的家乡是槟城 然后我不要在并城考 我可以直接来马巴 KL总部那边考吗 你要看KL收不收你咯 他们的裁判班 你有没有去join啊 有一些人就好像你这样讲咯 因为我是Daba人 但是我已经在KL读书 然后我就是在KL接触到裁判 当然他也是可以代表KL啦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去别的州考 有 下一个问题 有人问 如果是Double Fall的话 有没有罚球 Double Fall 是没有罚球的 Double Fall 红色多少号翻轨 白色多少号翻轨 然后它KL 然后就开球 如果有空球的 当下A team控球 发生Double Fall 所以开球自然就是 我继续开球 因为我在控球 那么第二个情况呢 就是当没有控球队 可能球投出去了啦 这个时候没有控球队的话 就是看Jump Ball 看Jump Ball就是 看那个记录台的 那个Arrow 那个Arrow 吹球这么久 有没有一个很搞笑的犯规 或是令你难忘的球赛吗 如果是说很搞笑的事情 是有的 就是我在吹三人赛的时候 球赛进行到一半 突然间就一个小孩子 就从篮那边进球场 全部都杀掉了 球员拿着球也是看着我 然后我们裁判就听咯 我就拿着球 我丢给我Partner 然后我就去抱那个Baby 然后我就抱着出场 我抱回去记录台那边咯 就等工作人员去搞定他啦 然后你做裁判这样久 一定会有被人家骂对吧 有没有说会 要被人家恐吓 要被人家打这样子 当然这个是我们生涯里面的一个经历 恐吓就没有啦 那么有球员也是激动到啊 要重向裁判这些 举动我还是有余过的 基本上今天应该是问到这边咯 因为其实要讲裁判的东西 是很多很多讲过完了 对 所以我们只是选了几道 可能是稍微比较interesting 或者是观众比较想要知道的来讲 也非常感谢Eddie 今天抽空来 好我们现在去吃好餐咯 有什么问题继续问 看还有机会 是是好啊 我们再一一解答 可以可以 这一期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谢谢你们收看 拜拜 拜拜